好 持續要來關注的是呢 蔡總統在520 在就任7周年記者會上來 呼籲任何政黨跟政治人物 不要為了利益販賣戰爭恐懼 結果現在這樣說法也遭到批評啊 國民黨立委賴斯堡痛批 蔡英文操作抗中保台 得到選票之後呢 現在打臉自己 為什麼呢 深知青年後悔當年被騙 好 現在是不是票投民進黨青年上戰場 所以就喊出戰爭非選項 蔡英文轉變太多了 有矛盾還有權謀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現在蔡總統說不畏戰不求戰 政府要做好應變 要讓敵人明白 清台付出很大的代價 戰爭不是選項 也呼籲不要販賣戰爭的恐懼 但是呢 這些話我們可以看到 在美國的部分啊 我們可以看到他敢向美國來說嗎 那麼因為這樣的一個做法 我們可以看到持續 美國國防部奧斯丁世上 他現在表示對台5億的美元的這個軍援 很快就要來了 那麼現在傳出很可能當中會有什麼樣的內容 我們帶大家來看到 包含了會有刺針防空飛彈 還有呢 像是這個標槍反專甲飛彈等等 好 郭正亮亮哥就說了 拜登認為台灣已經進入到準戰爭的邊緣 覺得台灣的彈藥用正常程序買 會來不及 好 先前買了很多的軍備也還沒到 所以現在趕快給你 那麼另外呢 是退伍位主委 馮世寬熱情也說 突然接到無償的援助 一定會付出不可預期的代價 所以現在呢 在這個台灣的部分 好 馬上5億軍援就要來了 大家要更提高的警覺 更加擔心 那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說 2024的大選是民主與專注之爭 但是大家也擔心了 好像其實在這個大選的部分 好 當然這個台海局勢兩岸關係都非常重要 他呢 就說國民黨沒有民主自由DNA 也因為這句話遭到侯友宜反駁 也引爆了萊英德怒火 那麼說到這個DNA的部分 他說呢 要談自由民主就要先來了解台灣民主運動史 那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關於DNA的部分 柯文哲他怎麼說的 他說確實啦 國民黨可能當時沒有 不過不斷地進化進化進化之後 現在很可能國民黨經過多年的演化 現在慢慢在這個部分DNA已經有了 而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在整個這個賴清德 現在持續在跟侯友宜兩個人 當然現在呢 都已經各自就定位定於一尊 還有包含了柯文哲 大家針對在這個2024的部分 都已經是呢 這個炮火十分的猛烈 那我們可以看到談內政破功 這是賴清德挖一中的陷阱 是不是要來坑喉呢 現在2024怎麼騙 還要繼續嗎 那麼總統也就說了 公開宣示 原型艦在今年下半年下水 現在國民黨立委賴世保說 代表國防工業往前邁進 但是也要來質疑了 這個目的還有作戰的能力 那麼提到販賣戰爭恐懼始祖是蔡英文 日委許智傑認為說國造國建要下水 正是向世界來宣誓說我們台灣越來越強 這個當然如果真的能夠下水 我們當然很高興 我們的這個國防工業 往前邁一大步 就是我們自己的國造的潛艦能夠下水 但問題是下水做什麼 裡面這裡面來講的話 裡面的設備 裡面的作戰系統如何 紅區的相關的設備到底怎麼樣 這個都是國人所關心的 是一個空的 只是一個空的船 一個潛艦下水 還是說裡面是一個可以打仗 可以作戰的情境是不一樣的 這個大家都了解嘛 這個2020蔡英文總統能夠這麼高票 800多萬票來當選總統 就是他販賣戰爭 他抗中保態 所以販賣戰爭的一個始祖就是蔡總統本人 這個民進黨要罵人之前 應該先想想自己 他就是最早販賣戰爭的始祖 我想避防戰爭做兵推 這個全世界各國都會做這樣子的演練 那在俄乌戰爭之前的兵推 恐怕都認為說俄羅斯贏的機會蠻大的 但是俄乌戰爭之後 現在俄羅斯即將戰敗 全世界的兵推都在演練 台海的確是一個可能危險的區域 但是我想中國看到俄乌戰爭 俄羅斯即將失敗 中國不敢 可能也不願意去發動戰爭 因為習近平不想跟普丁一樣 所以我想我們國內 更不應該就是說用戰爭來做分化 民進黨也反對戰爭 我們是備戰才能指戰 而不是像國民黨 因為說民進黨要去挑釁中國 中國是在挑釁世界 希望國民黨要看清楚 所以蔡英文講的沒有錯 所以我覺得蔡總統 國建國造 甚至說可以先下水 這個都是宣示 向世界宣示 台灣已經越來越強了 好您看到蔡英文執政滿七年 那麼國民黨團召開 繼續會檢視在七年的成績單 另外曾明宗跟謝一鋒就批評 台灣過去引以為傲的一個軍富國家 那麼現在民進黨執政之後 貧富這個差距是越來越大 那麼將近150倍的差距 而蔡英文就批評蔡英文 不要因為選舉販賣戰爭恐懼 現在也被批評 這樣說法根本是倒果為因 民黨政府不再是七缺是九缺 政府民眾都要好好地來檢視 要在明年下架蔡政府 綜合所得稅申報表的統計資料 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分位數 平均的新的所得是34,000元 十分位數 平均的所得是505萬3,000元 第二十分位數跟第一分位數的差別是149倍 我們還是均富的民主國家嗎 我們還是引以為傲均富的民主國家嗎 我們的二十分位數跟我們的第一分位數已經差別將近150倍 貧富懸殊 貧富的差距 讓我們沒有辦法再成為 我們自己引以為傲均富的民主國家 蔡英文總20號的時候說 不要為了選舉利益 販賣戰爭恐懼 這句話蔡英文應該對美國說 也對國際說 我因為台海危機這四個字 在國際上已經所能響 另外 另外 一篇的評論認為說 蔡英文您賣戰爭 但是我不能恐懼 她特別提到 蔡英文總統520談話 強調維持兩岸現狀 聲稱和平是唯一選項 並批在一黨不該為選舉 販賣戰爭恐懼 這種說法 真的是道果為因 你自己販賣戰爭 卻不准別人訴說恐懼 這什麼事件 這什麼政府 不是只有半張雜誌寫的七切 我們認為它是九缺政府 缺缺缺 缺什麼 缺蛋 缺水 缺電 缺工 缺地 缺藥 缺快篩 缺疫苗 缺改革 有51.1%的民眾 不支持 不支持蔡政府繼續總政 所以 睜開眼睛 好好檢視 這個九缺的政府 明年年月13號 下架蔡政府 G7峰會在21號閉幕 美國總統拜登在閉幕之後 個人記者會當中 以相當大的篇幅來說明 美國跟其盟友 也就是廣島 公報當中成立的 對大陸的立場 還有太問題 不支持台獨 強調無語大陸脫鉤 但是面對經濟襲迫 必須要去風險化 同時也暗示美中關係 很快會解凍 日本廣島G7峰會 21號落幕 美國總統拜登 暗示美中關係即將破冰 拜登點出 要不是今年出一顆愚蠢的氣球 引發美中關係緊張 中美應該早就建立好 暢通的熱線 他也重申為了避免經濟脅迫 不過對中要採取的是去風險化 而非脫鉤斷鏈 另外在台海議題上 美國強調不會對大陸下指導旗 但也反對台灣獨立 我們希望他們可以抗爭 他們可以抗爭 而有明確的解釋 其中的我們的軍人 在實際上 如果中國行動一致 會有反應 然而G7峰會議題 聚焦中國大陸經濟脅迫 以及台海局勢 引發大陸不滿炒作涉華議題 大陸外交部副部長孫衛東 因此召見日本駐北京大使 崔秀夫 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地獄中的核心 事關中日關係政治基礎 是不可逾越的紅線 大陸認為美國炒作台海議題 才是導致台海情勢動盪主因 儘管拜登一再口頭保證維護台海 但股神巴菲特 仍在今年第一季出勤 剩餘的台積電池骨 原因就是基於地緣政治考量 除了股神巴菲特 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也表示 外界應該認真看待大陸的對台政策 強調大陸經濟與全球經濟有如連體因 大陸如果犯台 對全球任何企業都是壞事 屆時各大企業面臨的衝擊 將超乎想像 記者離境綜合報導 記者離境綜合報導 單身未經濟 看見大陸 天前 以為